我們先天后準的苦主就是 愛哭鬼梁凱莉 要讓她一步一步的 走進我們的陷阱當中 歡迎收看 今天我們將進行一場 史無全力的整人計劃 透過製作單位安排著假外景 讓凱莉以為自己打破了 昂貴的苦頭蛙皮 歡迎佳蓁姐 佳蓁姐 嗨 佳蓁姐好 嗨 大家好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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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嗎 妳好 所以說這邊 就是全部都是帶來 你收藏的一些活動 那今天重點 到底要幫我們介紹 什麼樣展示的 最近開始什麼 三支花瓶 三支花瓶 就是後面這三支 對…這三支 就是這三支 對… 所以我們 但是妳知道嗎 妳今天來 除了要跟佳蓁姐好好聊聊 除了很重要的任務 要幫我們當我們的小天使 好 要做什麼呢 妳要幫我們拿這個 把皮膚來好好做一個 我不敢啦 好難喔 那是水 妳要做比較好 對 我覺得很難 妳要做比較好… 還是我放桌上 然後幹嘛進去 為什麼… 為什麼… 不要把手 為什麼… 為什麼… 沒事… 我沒有碰到 我沒有碰到 我們先進一碰 我們先進一碰 把那個… 朝鮮公司下來 一次…不要吐了 我沒有碰到 我沒有碰到 我沒有碰到多少錢 這一個… 上菜豬羊 我…我都不知道該怎麼 你把那個水跳 好… 所以妳剛是不放到桌子 還是怎樣 我… 我… 我…我… 我離她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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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 我忘記了 梁凱莉 嘎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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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這個佛像面前拍過VG嗎 VG嗎 拍在同一套衣服 同衣座 不是 好像我一直有看過 然後跟誰告白說 我愛妳嗎 對 我愛妳 是不是從幾位姐姐裡面挑選 又從這組 對啊 而且我跟你講 對 我最厲害的是 還不知道她被選票 她臉書上台之後 稍微高興不起來 對 都不開心 太好了 太好了 她那麼單純的人 太壞透了 我們現在就打電話給她 好 你是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的 好不好 那我就是那個 我是真正那一隻花瓶真正的主人 好 因為一聽到被打破了 然後我緊急從四川過來 是 好完整的故事喔 好 我就直接跟她講四川話 直接跟她講四川話 她聽不懂我就用國馬叫她 搞破了給宋代官瑤那個 來 我先 波羅 波羅 喂 喂 喂 你好 請問是梁凱莉小姐嗎 你好 是 我們這邊是保險公司 因為你昨天打破了一個花瓶 那我們有調閱現場的這個監視器 還有節目的那個袋子 那我們確定那個花瓶是你打破的 那因為這是屬於人為的因素 所以你必須要賠償我們部分的損失 大概台幣八百萬元左右 那我們已經 是是是 小姐你先不要激動 我們已經聯絡警方了 那現在就要請你這個協助 調查做筆錄 可是昨天老闆娘說價值五百萬左右 沒有她是說五百萬起跳 好 那其實這個花瓶的總價是一千六百萬 因為你是人為因素的這個迴損 所以我們 呃 就是把保險只有呃 理賠一半 所以你必須要支付這八百萬元 是 那看你要用什麼方式來支付 那為什麼要通知警察 對 因為我們要釐清肇事的責任 那我們現在 呃 有這個 我們這個花瓶的主人 他現在在場 他特別從四川過來 林先生 你好 喂 喂 哥老子弟 你怎麼會打破我的花瓶呢 什麼什麼 不好意思你在搜尋 你怎麼會打破我的花瓶 那是我的爺爺的爺爺的爺爺 啊 對不起 那是有一千兩百到一千六百萬 哥老子弟 奶奶的胸的黑毛白毛 都是毛嘛 你怎麼搞到 你怎麼這個花瓶會打破呢 我沒有 我 我 我 你 你叫什麼名字啊 我叫 凱 凱莉 凱莉 姓梁 凱莉娘 怎麼可以打破人家的花瓶 你現在要負責人啊 要不然你陪我睡覺 你陪我花瓶 你陪我花瓶 怎麼會睡覺 你陪我花瓶 那個花瓶是我包著水澆的 你給我八百萬 你等一下 你等等 喂 梁小姐 那個 這個 八百萬你是確定要致富了 那 你要透過什麼方式來致富呢 刷卡還是要出現 我沒有那麼多錢 那你可以用分期付款 一個月要付多少錢 你一個月可以付多少 付幾千塊 啊 多少 幾千 三千塊 八百萬 八百萬 你陪到老老假局了 你就陪我睡覺吧 你等一下 我講那個蛤 小圓跟你講 有花瓶 哈囉 喂 你怎麼在那裡 你怎麼在那裡 你怎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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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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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要賠 那個花瓶真的要賠 八百 可是你們 你為什麼 你們為什麼都在那裡 沒有 因為那個花瓶 三種從陽橋下買的 八百塊 你要賠 不是八百萬 八百...對 剛剛那個保險公 剛剛我在 我再給另外一個保險員 跟你講一下好不好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我死穿成都過來的 你好好生氣啊 他不是死穿成都 他是死穿縫都的 死穿縫都的 死穿縫都的 死穿的朋友 很容易 你趕快陪林先生隨意交我吧 你 林先生... 凱莉啊 凱莉 你那個傻乎乎的 你怎麼會打破花瓶呢 憲哥啦 憲哥 對啊 那你也拿 很緊張 對啊 對啊 我們演那麼大 妳還緊張啊 對啊 沒有 你可以不會相信的 不是找貨 可以相信 那妳以前有寵過什麼貨 要賠錢的嗎 有沒有 我 我 怎麼爛 水管 而且還重斷水管 水管 賠多少錢 好爛的貨 然後害了別人家停水 停水 那水管接起來就好啦 對不對 不用賠到八百萬 沒有賠錢 那那個哈孝遠 他們會不會演得很爛啊 妳其實 他們演得很好耶 他們昨天都沒有 他們都在騙人的 他們沒有笑躺耶 那妳想說要賠八百萬 那妳真的要賠 一個月給三千塊 憲哥他們昨天還說 可以跟你借錢 不是 那妳從昨天到現在 妳打算怎麼處理 真的要借錢 打算怎麼處理 對啊 我有先想要找工作 找工作 你現在不就在工作嗎 找什麼工作 還是妳現在已經在漁船上面了 其實不在台灣 那妳怎麼去五十欄打工囉 沒有 對啊 我還要去 沒有就問很多服事店啊 什麼打工 然後 然後就問朋友可不可以借錢 哎呀妳要學聰明一點好不好 要不然搞到最後還人才兩師 還陪著千真睡覺 對啊 真的好痛喔 哪有那個兇 其實怎麼會那麼多死聰明 所以我說我沒有碰到花瓶 好啦 那這個要小心一點 沒有碰到啦 沒事那個就八百塊 那八百塊還是要給我們 還是要繳 真的 真的